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月美食厨房 前两天有小伙伴私信我为什么我的刀切菜那么快 今天刚好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刀怎么使用才会快 这把刀不仅是我平时用的最多的 也是小伙伴问的这一把 可以看得出这把刀是属于干性材质 这把刀是属于栖息啊材质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作为不锈干刀具里面这种材质算是最好的 基本上开一次刀还能保持半年以上还是非常锋利 那么这把刀就是今天的主角 也是我们需要重新翻新跟开刃的 这把刀是属于纯铁材质的 好久好久没有使用 所以刀身上的锈斑跟油垢油质非常非常的多 肯定有小伙伴会问到底是铁质的菜刀好 还是你上面两把不锈干的菜刀好 其实不管是铁的也好还是干的也好 用的顺手才是最好 您说呢 放心这把刀的第一步我们要准备一盆水 将我们的磨刀石放入水中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磨刀石吸饱水分 这样我们重新开刃的时候不会因为摩擦而温度过高 好了我们将它放入水中让它浸泡五分钟吸饱水 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分不清粗面跟细面的作用是干嘛 现在我们手指的这一面是属于细面 用来打磨刀口让刀口更分立 好了此时翻开的这一面是属于粗面 粗面的作用则是拿来粗磨刀口 使刀口变平变薄所以清以后记得正反面的作用 这把铁字的刀差不多将近有半年时间没有使用 油脂油垢锈斑也比较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第一步是处理它的表面 这些油脂油垢跟铁锈斑 此时我们要用的是磨刀石的顶端跟尾端 用磨刀石的顶部不停的来回擦拭我们的刀身 因为这一层油脂跟锈斑不是用小苏打泡出就能解决得了 相信您看到这个以后才会发现原来磨刀石的顶部跟尾部还有这个作用 虽然说达不到抛光的效果 但是去除这层铁锈跟油脂够了 背面我们也同样用磨刀石的顶端去摩擦它 如果您家里平时铁字的锅具底部油脂油垢非常多 用磨刀石的顶端去摩擦也是一样 此时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刀身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好了我们看一下清洗干净以后的刀是不是舒服很多 此时刀身的颜色很容易氧化生锈 如果接下去不需要开刃 那么马上把刀身擦干净并且抹上食用油 这时我们往磨刀石上面撒入一勺盐 这么做的目的是加深刀身和磨刀石的摩擦力 这样就可以彻底清除我们刀身上的油脂油垢 或者也可以把盐加入清水中 好了开刀刃的这一面的话一定是粗面 并且是横磨 贴横磨刀石的角度大概是15度左右 也就是一颗小葡萄的高度左右 我们采用的口诀是前三后四中五 意思就是说刀头磨三下 刀尾磨四下 中间再磨五下 每个人磨刀的方式跟方法都不一样 但是今天这个办法比较适合家庭操作 说白了大厨的磨刀记忆也不是你一看就会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磨刀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停的往磨刀石上面泼水 摩擦越大则温度就越高 温度越高则很容易伤到我们的刀刃 另外一面我们采用的方式也是前三后四中五 辨别是否磨好的办法就是看一下我们的刀刃是否有卷刃 如果没有就可以进行第二步 此时将出磨换成细磨的这一面 细磨这一面简单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抛光 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刀锋更锋利 此刻细磨的这一面我们就要改成竖磨 一手抓住刀柄 一手按住刀背 采用推出去拉回来的方式进行磨刀 这样磨出来的刀非常的锋利并且不容易卷刃使用时间更久 磨的过程中我们切记一定要多洒水 千磨万磨小心删到手 磨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刀润是否够锋利 有没有出现卷刃的情况 好了此刻我们就反手按压刀身的另外一面 反手磨另外一面的时候特别要小心 有时候时常磨刀删到自己的都是因为反手这一面 同样磨刀的过程中一定要往上面撒水 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冲洗干净 那么如何确定我们的刀已经磨好了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听一下我们的刀是否能出现龙鹰声 也就是平时俗称的刀锋的声音 但已听到这种非常清脆的刀锋声为准 当然我们用它来切老黄姜也是最好的衡量标准 老黄姜的纤维比较粗非常的厚 刀块切出来的表面非常非常的光滑 刀不快的话则非常多的细枝 并且下刀的时候不顺畅很容易卡刀 好了今天磨刀的小技巧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我们下次见